請坐 老師 頭好痛可以先下班了嗎 好小心 你的身體讀書太多了 這樣做體內讀書清光光 我今天最主要是說 我們有時候奇怪了 認為自己三餐也照吃 睡覺也還夠 可是渾身不舒服 還是你身體有一些什麼毛病 有事沒事愛關於鬼叫鬼 是不是你中邪啦 因為我們現在的環境 很容易累積毒素 我們吃的食物 我們呼吸的空氣 特別如果有的人 還有不良習慣的 那個抽菸 喝酒 吃檳榔 那毒素的累積就會很多 吃太多什麼苦茶的也是 苦茶 對 涼菸的 抽太多涼菸也會啦 因為涼菸還是泥骨丁啦 對 所以那怎麼辦 今天有來賓專家告訴我們 怎麼樣排毒 讓大家身體健康 是 我們歡迎四位來賓 請給第一位 好 紅衣女孩 漂亮 時尚充媽咪尾如 今天三三老師在外 身體的讀書越來越多 到底要怎麼排毒呢 老師救救我們 好 好 好 接下來歡迎上面主席的 巴洋老師 謝謝 超美的 大貝色大貝色 如果沒有做好 皮膚一定也不會好喔 好 謝謝老師 接下來歡迎專業的醫藥記者 紅素姬 整美整美 漂亮 整翻了 今天早上早是覺得疑累了也嘛 小心你的身體哪裡 已經出狀況了喔 好 還有素姬 謝謝 謝謝 歡迎帥哥內科醫師 張晴瑄 張醫師 帥哥... N頭了... 今天要介紹一個 特別健康的法寶給大家 幫助各位上班族 的身體健康 了解喔 講帥哥他不習慣 你要說他是馬列仙 馬列仙 真的有馬列仙 馬拉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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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張醫師 原諒這兩隻 好 等一下你分享的時候 我會幫你拉一下 OK 好 我們來看看 今天有什麼 可以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個 來 KID 好的 第一個是 意思一樣 我是想要生活化練 爛掉我真的比較可怕 爛掉 爛成一個小洞 爛是整個都爛掉 沒錯... 你懂我的意思 舌頭痛特別是舌尖 或是舌中間 甚至舌下 常常就會有一些洞 然後那時候呢 你會去問中醫師說 你是不是火氣太大 那我們就在喝一些那種 青草茶來降火 或者是有些醫生會跟你講 那你缺乏維生素 B火氣這樣狂喝 但這是正確的嗎 真的是這樣嗎 聽起來好像是正確的 我們來看看KID 哪裡出問題呢 是哪裡出問題呢 心臟嗎 所以不是火氣大 心臟扯到舌頭來 怎麼會噴太香 兩位呢 其實滿近的耶 其實距離還滿近的 不過最主要呢 它這個是中醫的理論 因為中醫講說 心開竅於舌 所以如果像剛才 尤其我也不會講說 常常你的潰然出 就在舌尖 對 那你合併有一些什麼 睡眠不良的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他們就會覺得 你是心火的問題 所以他們才會覺得 可能是你的毒是累積在心 那這個時候的情況下呢 你要做一些排毒的工作 那排毒很簡單 第一個呢 最簡單的就是 你知道有一種 吃得苦蹲苦 方圍人上人 他們就是用那個 蓮子的心有沒有 蓮心 蓮心跟那個甘草 泡茶 可以幫那個宣洩心火 那如果你真的更嚴重 要看中醫 因為之前有個中醫 可是那種茶很苦 很苦 所以要加甘草 涼藥一定苦口 對 而且凡是苦的東西奇怪 都能降火 像那個黃蓮也是啊 苦瓜也是啊 穿心蓮啊 所以有沒有發現 我們像中醫人員 都很少有這種心臟的問題 因為我們常常在節目上面 喝苦茶 因為我們都在吃 對 真是假 你會覺得這個很遠 可是之前有個醫生說 她曾經遇到一個女生 她是那個舌頭啊 就是覺得莫名的麻痛很久 然後一直都不會好 她看西醫 一直看一直看都沒有好 西醫已經要幫她切片檢查 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有些病變 結果她就嚇到 她想說不行 她就請假 她把那個女生叫南非喔 她就請假就要回台灣來 就給中醫看 中醫看就說 她覺得她是心火的問題 就要給她開一個宗教 叫甘露營 那也是宣顯的 她說開兩天 她舌頭就沒有痛了 所以有些問題當然 我們認為舌頭如果潰瘍超過兩周 應該給醫生看一下 所有問題 但有時候如果你真的 醫生細細看了也覺得還好 那你中醫或許可以調理 我常常就會有失眠的問題 然後有時候還會心悸 我這樣是不是心臟有問題 心悸就一定心臟有問題 心臟 張醫師 心悸的定義 是我們感覺到 我們的心臟自己在跳動 所以你跳動的話 表示的是什麼 你的心跳速度比較快 心跳是歸我們的膠感神經系統 跟副膠感神經系統在調控的 那失眠呢 顧名思義呢 就是你晚上睡不著 表示我們的大腦皮質 都還是活躍的 對 所以它跟你的心臟比較沒有關係 它應該跟你的腦神經系統 會比較相關 太興奮了 太興奮了 對 而且你被歸在這一類 真的很合理 因為腦神經系統 在中醫也是在講心的這一塊 中醫的心 不只是心臟 也包括 所以如果你們三個加起來 你們一個什麼 舌頭潰瘍 對 一個呢就是睡不好 心悸 然後一個呢長痘痘 三個都有你的就是心火 心的部分 中醫的心是有問題 那要是要喝甘露飲 除了甘露飲 是要醫生開給你的 或剛才的是蓮子跟 蓮子心跟那個 甘草之外 另外你可以多吃什麼呢 多吃一些 B群類的食物 像糙米、栓骨 或著牛奶 綠色蔬菜的 OK 好 來 mas bob 好 第二個就是 尤其那個公公會長這樣 公公他偏頭痛 公公他偏頭痛 公公公他偏頭痛 g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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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er 不好意思 危機很懲� 맡 你還沒聽到 都捷舞了 聽到 是舊的 舊的 老梗 沒聽過 你沒聽過 蛇星座那張專輯啊 狗狗他偏 狗狗 狗狗他偏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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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要講話還得不像公公 像我的話我是常偏頭痛 而且有時候通常會有點想要吐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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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這個時候通常都是就是睡覺 要不然就是吃止痛藥 那我想請問專家 我是不是身體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是說有什麼解決的方式 公主公主 來 什麼問題呢 肝臟 來啊 但這個一樣這個 這個不是西醫的肝 這是中醫的肝 那中醫的肝如果你是 就是肝火太旺 那會有時候會有這個 Yumi這種狀況 那這種是主要這種 通常是肝火旺形的這種偏頭痛 這樣合併有什麼 就是心情很煩躁 是 所以這種人就是動不動就會牙起來 或者它是屬於那種 他們叫肝氣鬱結 所以就是那種心情很煩 常常偏頭痛 而且如果這個時候 你看看你的指甲 有些人指甲上會很明顯的 那個樹洞的調味 對 對 對 像指甲一樣 對 就是我們平常 如果你健康的時候 指甲是非常光滑的 對 那這樣的人指甲有時候 他的指甲表面會一條一條的樹紋 對 就是明顯的就是凹凸的樹紋 對不對 我還滿乾淨的耶 對 你很乾淨 我都沒動手補置指甲太長 你是沒剪指甲 對 所以指甲看得出健康 對 如果你合併 我剛才說 比如說你會偏頭痛 然後你就是一個情緒比較煩躁 然後同時你又有這樣指甲的問題的人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要讓你的肝氣不要鬱結呢 吃綠色蔬菜就對了 因為中醫說青色入肝 所以對 綠色蔬菜是最好的這種 讓你的肝氣不要鬱結 那吃那個肝蓮有用嗎 吃肝蓮對你的股床有提升作用 肝寶不在講話咧 不是說吃什麼補什麼嗎 可是因為肝蓮其實不是肝 肝蓮是肝臟肝旁邊的 那個連在一起的那一塊那個 我怎麼奇怪叫肝蓮 它就有點像是 跟肝蓮在一起的肉 那一般說吃型補型有道理嗎 吃型補型是古代的中醫的傳統 但是不一定每個都準 比如說你說吃豬腦 後來發現不會補腦 因為你那個飽和脂肪 反而不會讓你更好 那以前說肢蓮蓉會撞羊 可是那只是覺得 它的形狀都往上漲 因為真的很硬 對 但是不一定 那是早年的想法 現在其實不一定 其實不是這樣 瑋如說說 像有時候偏頭痛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去買一些藥吃 那藥吃的真的會好 可是我說真的 長時間累積在身體 真的也好像就是毒 那網路上就有人傳說 如果你有頭痛的話 你可以喝咖啡或喝可樂 可以解頭痛 真的嗎 真的嗎 為什麼 你有經驗嗎 頭痛在喝咖啡更嚴重 因為咖啡因本來就會導致頭痛 馬拉桑醫師你說是嗎 馬拉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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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上班族的人 對 馬拉桑 就是他 馬拉桑 馬拉桑醫師 馬拉桑醫師 他以為他去考醫學院 我們就那麼出來了 馬拉桑 馬拉桑 好像 對不對 我應該換一部眼鏡來才對 對 我剛剛一開始就講說 他真的很像 真的嗎 他演完電影以後就去考醫學院 對 我後來讀了七年終於畢業了 對 長醫師 如果你有咖啡階段 症候群的話 我們上班族的人平時 其實是固定喝咖啡 台灣的咖啡文化 越來越流行 所以如果說 你有咖啡階段 症候群你確實頭痛的時候 喝咖啡對你來講 是有緩解的作用 但是大部分的女性上班族 其實是有金錢症候群 少數金錢症候群的人 他的表現其實是很多樣的 剛才T字部位 可能會產生一些粉刺 是金錢症候群之一 症狀之一 你的頭痛跟你的貧血 有的時候會有相關 是 甚至有一些臨床的 這個醫學研究 告訴我們說 我們荷爾蒙 在排卵之後 荷爾蒙下來了以後呢 也會導致口腔的潰瘍 所以這些中和的這些症狀呢 大概都是我們身體 開始在弱化的一個警訊體 了解 對... 所以讀完醫學院 還是有差別 有差別 對... 他講的時候 所以女性一輩子 受這個好朋友之苦 對 Sam老師教教 對 因為講到偏頭痛嘛 可能剛剛講到 跟肝臟有問題 那其實還有 有一個地方可以看出來 跟肝臟也有 多多少少有一些問題 在臉部的肌膚上面 就是你的黑眼圈 比如說有些人的黑眼圈 可能是一整片 從眼頭黑到眼尾的 下面這一圈的 真的很像熊貓 那跟你的肝臟 也有可能有一些問題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 過度的熬夜啊 或是說可能 比較經歷耗盡這一種的 對... 你本常講那句話對不對 對... 那就是容易會有 什麼金什麼王的那種 就是可能比較 已經沒有 已經沒有體力或什麼那種 所以你會發現 你會比較虛弱 然後可能也會再反映 在你的整個黑眼圈上面 那如果說你真的 常常偏頭痛的話呢 你可以利用一些 可能舒緩的方式 那要舒緩的話 比較垂手渴的 可能就是靠一些精油類的產品 那我今天有帶來 是一個精油的滾珠 它是一個草本精油 那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有關黑眼圈對不對 那或者說你偏頭痛 你就可以稍微滾一下 然後它的味道就是很清新的味道 它不能塗在眼睛下面嗎 不行 那問題是 我剛剛有提到的就是黑眼圈 那有些人黑眼圈 是因為你可能鼻子過敏等等 對... 所以你可以偏頭痛 你可以稍微塗一下之外呢 你也可以把它滾在你的手上 然後稍微把它戳開 你可以聞 聞的話你的鼻子就暢通了 我好喜歡這個草本的東西 對... 然後你一旦暢通的話 也會... 也會緩解你這些 可能鼻子的一些問題 然後也可以戴到你黑眼圈這邊的循環 然後除了這個 你可以擦完之後 對不對 那這個就想到小時候阿嬤 那個薄荷腦 對 薄荷腦 然後你擦完之後 你也可以搭配一支按摩筆 那這個按摩筆就是 比如說你可能真的 比如說你可能太陽穴真的很痛 對... 你稍微塗上去之後 你可以用這個按摩筆 取它兩面不同的面 然後輕輕放著 然後利用這個按摩筆的力量 輕輕地按摩 不過不要按太大力 輕輕地按摩就會有舒緩的功能 老師這裡面有一條根的成分 對 這個也有一條根 會憲老師喜歡一條根 對 我發現Sam老師的東西 十至八九都有一條根 不是...剛好 他今天早上吃的那個三明治 我有檢查看 裡面有夾一條根 那是剛剛好 他很喜歡傳幾間一條的東西 因為舒緩的剛好都有這個面在 然後比如說你可能真的偏頭痛的話 我之前有教過一個小方法 你可以用稍微有一點熱敷的 你可以敷在你可能比較偏頭痛的地方 讓它血管擴張 然後稍微會有緩解的功能 就可以利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做到舒緩 OK 一條根 不是... 老師你知道一條根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它是種植物 它就長在地上 然後那個... 那個筋脈滿長的 所以還要在那邊拔... 然後拔到以後 還要去一個鍋子裡面去熬煮 煮出來是黑色的 有知識 厲害... 我去出過這個一條根的外景 有道理 OK 謝謝 謝謝 大師 來 派別這麼說 美美 剛剛我想要問一下醫生 因為像我同事 他幾乎每天都會偏頭痛 然後一牙起來就是只能吃藥 配熱開水 可是他這個症狀 真的非常常發生 然後叫他去看醫生 他就覺得是小事 所以我想問一下 到底偏頭痛是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麼長發作 對 大部分的人以為 我們頭痛痛一半邊 就叫偏頭痛 不管是左半邊還是前半邊 或者後半邊 其實偏頭痛呢 它是一個 不亂補充營養素 小心補出大問題 月經量少之外 我覺得女生還會常常有一個問題 就是月經不順 然後我就會覺得 有時候要低又不低的 然後有時候量又突然很大 我想會不會是因為我們缺血呢 所以我就常常就會吃這種 有加那種鐵加葉酸就是來補血 這樣是真的有效嗎 多吃鐵可以讓月經會比較順嗎 對 所有女生都會覺得 我如果月經不順 月經量少等於瓶血 瓶血等於鐵不夠 鐵不夠所以要補血 對 可是事實上呢就是說 瓶血有很多種成因 大部分的人以為 我們頭痛痛一半邊 就叫偏頭痛 不管是左半邊還是前半邊 或者後半邊 其實偏頭痛呢 它是一個比較專有的 一個醫學名詞 它是一個原發性的頭痛 我們大部分的人的頭痛 不見得是原發性 所以張醫師就是說 要嘛就是所謂的頭痛 要嘛就是所謂 因為英文這兩個字是不一樣的 其實偏頭痛是有家族遺傳的病史 或者是它的原因其實是不明的 三分之一的人呢 他在偏頭痛來的時候 他自己是會能夠有預測的 他可能聞到固定的味道 或者是冰水 或者是特殊的味道 他會知道是我的頭痛要來了 頭痛通常持續兩個小時 大概到三天 那麼從初期簡單的頭痛藥 一直到特效藥 其實偏頭痛的治療 其實是比較精準的 剩下大部分我們上班族的頭痛 十字八有的是肩頸痠痛 不是真的的偏頭痛 不見得是真正的偏頭痛 頭痛的原因其實有很多的 根據年齡不同 男女性別不同 其實它的分類其實是比較廣泛 我為什麼對這個話題特別感興趣 為什麼 因為我妹妹跟我啊 從小一個房間長大 她從小就有偏頭痛 可是我根本 這輩子很少頭痛過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兩個很像 對 毛子在講的 張老師給這種答案 因為我剛剛講過 因為她身為醫師 她也身為秘密的醫師 又是電影明星 這輩子到現在 完全沒有辦法解決 但我有聽過 一來就痛到受不了 我有聽過頭痛 是身體的保護機制 因為頭痛的激轉之一 就是血管會收縮 它就是避免一些有害的物質呢 進入你的腦部 所以據說也是一種 身體防禦的系統 妳不覺得對不對 醫師的臉都很痛 他就是聽你的手法耶 你不覺得怪他 相當精闢的憲結 他是好病科學院 對 好病科學院 醫師到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常常去打籃球運動 然後只要是每次這樣 激烈的運動之後回到家 然後休息一下 我就開始會偏頭痛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如果你劇烈運動以後 你的血管過度擴張 有的時候呢 它會讓你產生不舒服的感覺 壓迫的現象 所以這個時候 你會有頭痛的症狀 是 那比如說像喝咖啡因這種 它會促進血管收縮 所以有些呢 它會去改善我們的頭痛症狀 然後去活化我們的肌肉 所以呢 它會去緩解你不舒服的心 妳那個狀況不妨去喝那個 甘露飲看看 甘露飲 不是 甘露飲那個是 甘露飲 甘露飲 所以它這個是甘 甘不是甘露飲 是龍膽蟹肝湯 什麼是甘露飲啊 一種飲料 甘露飲是一個中藥 那7本買得到嗎 買不到 好 第三個是什麼 好 來 第三個是 月經量少 對 這是女生的通病 因為其實女生都知道說 驚奇要來之前 不要少 就是少喝冰的 不要吃一些 所以我盡量都避免了 可是我發現有時候 我的就是驚奇的可能還是會 比較稠 甚至量比較少 我想要問一下說 是不是因為我睡眠不足 才引發這樣子 很稠 喝冰的已經被 日本學界推翻了 跟冰不冰無關 日本人任何時候都喝冰水 生產完也喝 金錢也喝 人家也是 可是我不認同 我確實覺得喝冰的 我就不舒服 好 來 妳是妳的嗎 妳都冰手 腎臟 好 腎臟 就一樣 這個在講的是中醫的腎 中醫的腎跟西醫的腎不一樣 西醫的腎 張醫師是專家 他們是泌尿系統 中醫的腎很妙 像你剛才講 你腎水會太多 會露出來 中醫的腎在講的是有關於 內分泌 跟有關於比如說生殖 生殖內分泌 或者甚至跟老化有關 所以為什麼他們說腎虛 有時候是老化的一個現象 所以你開始 當你的腎水不足 你的腎虛的時候 你開始頭髮白了 開始整個氣力不足 而女生就是當你腎虛 或者是 意思是說 你也漸漸的老化的時候 妳都說好 妳 妳看 這是一種 這只是其中 妳的生殖的 整個生殖的機能 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會開始有些女生會發現 比如說她週期會變短 然後比如說她的月經量會變少 可是很妙 因為有些女生不是 她剛好相反 她說沒有啊 我越來越長的也有 所以這個 但是另外一個情況之下就是說 有些女生是因為她其實呢 可能是一些營養的不足 比如說她可能因為減重或什麼關係 也會使得她的月經量 會變得非常的少 所以其實不一定是生殖機能在退化 也有可能是別的原因 那像我的話 我是就下半身很容易水中 然後腰也很容易痠痛 我想請問就是張醫師 我是不是腎臟也是有問題 好 我們腎臟科 有這種說法 我們腎臟科 對年輕女孩子的緣分 通常都不是太深 我們門診時常會有 到了夜診的時候 年輕女孩子來看我們的門診 大部分都是覺得腳腫脹 然後腎臟不好 腰酸肺痛 十之八九呢 那都不是腎臟的問題 那是什麼問題 我們其實長時間久坐 你的血液循環不好 淋巴循環沒那麼好的時候 地心引力就讓你 剛好 你又剛好是在生理期的前後 荷爾蒙的影響 綜合的因素像吃得太鹹 就會讓你的腳 到下午三點鐘 五點鐘以後 你就會開始比較腫脹 其實會覺得大半號 對 然後在這樣久坐 姿勢不正確 你就會腰酸背痛 所以你就會跑過來 我們腎臟科悶著 跟我們打個招呼 這些緣分都不太長 所以不要隨便懷疑 自己腎臟有問題 對啦 沒有什麼玻璃腎的歌了吧 沒有 真的 玻璃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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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 玻璃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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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可以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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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妳來 瑋瑜說說 等一下我覺得月經量少之外 我覺得女生還會常常有一個問題 就是月經不順 對啊 然後我就會覺得有時候要低又不低的 然後有時候量又突然很大 我想會不會是因為我們缺血呢 所以我就常常就會吃這種 有加那種鐵加葉酸就是來補血 這樣是真的有效嗎 多吃鐵可以讓月經會比較順嗎 對 所有女生都會覺得 我如果月經不順 月經量少等於貧血 貧血等於鐵不夠 鐵不夠所以要補貼 對 可是事實上呢就是說 貧血有很多種成因 缺甜性貧血只是其中一種 那通常女生的經血量很少 有時候還不一定是貧血 所以你可以先檢視自己食物中 是不是鐵的來源真的很少 比如說你鐵最重要的來源 就是一些動物性的肉類 比如說紅肉啊 或者什麼肝臟啊 什麼什麼鵝肝 鴨肝 什麼肝這系列的 那如果你是吃素的 那相對你綠色蔬菜又吃很少 吃的時候又沒有搭配一些 維他命C什麼之類的 吸收又不好 所以你整個鐵 是不足的情況下 你才覺得你可能是這個原因 所以你要先去檢查 你的血色素是不是正確的 比如說我是不是 女生大概是在12左右啊 那確實有些女生很神奇喔 有醫生說他遇到過那女生來啊 那是整個那個 不是月經量少 他反而是每次月經都很多 巨量 然後他眼睛是已經覺得說 醫生我好像眼睛有問題 後來才發現 他是因為每次來都巨量 造成他嚴重的貧血 他已經貧血到 他的血色素只有4而已 醫生說他說這款人 通常應該是躺著進來的 可是因為他長期一直在失血 等於血都流光 對 所以他就是臉色非常昌牌 走路很喘 就是一整個覺得自己心臟不好 喘得要死 然後來的時候是神經已經有問題 原因是因為他長期的就是貧血 還是很小心耶 對 因為講到適應的很好 其實像剛剛有講到說 可能喝冰的或喝熱的 我覺得看自己的體質 跟自己的生活習慣 你如果說 從小時候就開始養成喝冰的習慣 你可能長大開始有驚起來的時候 你可能還是會覺得是舒服的 你那篇日本人的報導有根據嗎 有根據啊 日本人他們不管任何時候 他們連冬天都喝冰水 所以他們先請進入就喝冰水 但是他們在這方面的 這個問題的比例 跟台灣也沒有說明顯的增加 還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的什麼日本料理 都是人的 對 可能就是養成這樣 還有一點 大家覺得冰水冰下去 好像會把那個什麼子宮什麼冰住了 那現在很多專家都說 糟糕 他們不覺得什麼 你現在對講比較貼切 那個專家是外國人 我確定 不是 因為水喝下去以後 經過食道在我們餵以後 溫度已經跟我們身體的溫度 是一樣的了 不信你問馬醫師是不是這樣 不是 馬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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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跟我們體內一樣 有道理的一樣 你有沒有說我必須說我自己 親身的事業 我以前也是不幸 可是我好幾次 我就試我自己 我只要喝冰水在旌旗前 我絕對驚痛 驚痛舒服 對 那是因為你聽了太多 老祖宗的傳說 所以你心裡作罪 你喝冰的 好痛... 沒有 你當然尊重 不能不尊重老祖宗 我說一句實在話 比如說有一些這種 所謂冰跟你的身體有沒有關係 其實有幾個人 比如說西方人啊 他們甚至連氣喘或幹嘛 他們都認為冰不會刺激 誘發氣喘 可是臨床醫生就看到 很多台灣的小朋友 他確實一喝冰 他的氣喘就被誘到 對 所以是不是東西方體質不一樣 對 第二個你剛才說融進去 就跟體溫一致對不對 錯 因為你會發現有些人 他大量喝冰水會劇烈頭痛 對 他會爆痛 為什麼 因為你那個時候 非常大量的冰水進去以後 你就是你還是會有血管 收收一些的反應 這個反應可能 就跟我們子宮的反應 有可能相關 你怎麼知道我絕不一樣 我的可能 什麼神經都會被影響到 因為真的很多女生一吃冰 不只是筋痛 甚至她那個筋棋會變縮短 對 真的 我古代 我看過一本書說 古代的女性萬一生產的時候 大量失血 她的做法是怎麼樣 頭髮 這個髮技一梳開 然後沖冷水 對 沖頭部 但是你下面會止血 真的喔 真的啊 對不對 張醫師不好意思 張醫師聽了一頭霧水 他在說什麼 我們跟他面前 完全不尊重 他是醫學院畢業的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準備改航 然後回去拍電影 所以你準備改航 回去拍電影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好好的 調理跟呵護 遇到自己個人的體質跟狀況 那如果說你真的是 驚奇來的時候 你也可以喝現在 市面上有一些 可能是植物性的那種泡飲 可以來喝 那我今天有帶來很可愛喔 它這個是跟這個 五嘴喵合作的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一個是呢 在驚奇來的時候喝的 試物啊 試物 對 就類似 然後它裡面都是用莓果下去 做調配的 然後這一個是驚奇厚喝的 一個是驚奇來 一個是驚奇厚 然後這個是櫻桃口味 這個是桑勝口味 然後我今天有泡一包 然後它裡面就這樣一包一包 你就可以帶出來 好可愛喔 對 那你今天呢只要一包就好了 然後它就是兌水 大概200到250cc的水 直接兌著喝就好 那我今天有泡這個 我有泡這個櫻桃口味 我來喝它看 其實可以喝啦 男生喝OK嗎 你嘗味道就好 男生喝會不會來那個啊 我跟你講其實之前啊 我有一個女朋友 她就是 你會不會喝一喝就來啦 不會 我說我有一個女朋友 什麼味道 她就是經起來都會痛 所以我就常常會泡這種 失誤一樣 你好貼心喔 但是我覺得只有我常喝這種東西 其實還滿好喝 你是暖男耶 對啊 我完全對你刮目相看耶 她一直是這樣 可是蘇穎 男生喝不會有後遺症嗎 不會 因為我一直比較心 我以為是可樂 我整杯喝下去 因為我老婆帶喝的 對 我那一個月喔 我上節目喔 拿麥克風 小拇指都翹起來 你這個才是真正的心理暗示 真的嗎 你不要亂講啦 玉琳哥 男生喝是可以的 可以的 而且它這個滿好喝的是 它不像是那種中藥苦苦的 對 不過它裡面的 它裡面的中藥 剛才加的全部都有添加進去 不過它就是利用 就是有些人可能不喜歡喝 而且它的包裝好喝 中藥味 對 不喜歡喝那種中藥味 好像就有挑這個 喝起來有點像水果茶的味道 對 水果茶 是真的 我聞聞 你聞聞聞 完全沒有中藥的味道 真的嗎 因為一達四五味 就感覺中藥味很濃 對啊 你可以喝喝看 是好喝的 對啊 你沒有翹起來 快翹起來 無聊 你也知道無聊 那我怎麼來講那個無聊的故事 就是水果茶 就是水果茶 OK 男生喝點補氣就對了 好 來 KID我們看第四個是什麼 好 第四個就是 膚色暗沉 女生最怕這個 對 我有一個朋友 她就是常常臉色看起來很差 就是膚色就暗沉無光這樣 其實妳也算是暗沉的那一種 屁 真的嗎 她那是硬糖發黑 沒有 她就是 烏雲噪點 對 後面有小 紅瓶小女孩 我感冒 對 然後她就是常常氣色很差 大家不認識她 我以為她還在激化妝 但其實她其實 後來我才知道 她其實非常勤於保養 因為我原本以為她都沒有在保養 然後她還會定期去坐臉 所以想說 她這樣一直臉色暗沉無光 是不是其實她身體出了什麼問題 好 讓KID哥來告訴我 來 肺臟 妝身肺部的關係 這個扯遠了 這個 怎麼會 中醫他們的理論 他們的肺 當然我們七一的肺是呼吸 做氣體交換 那中醫的肺管很多 除了管氣體交換 還包括管體液調節 還包括管很多 那中醫的肺 它有個說法叫做 肺煮皮表 就是說 包括妳的皮膚 妳的毛髮 所以妳的毛髮光澤是不是很好 妳的皮膚是不是很漂亮 都跟妳肺調養得好不好有關 然後肺又與大腸互為表理 所以說 妳要養肺呢 妳要顧大腸 所以很簡單 很多人說 我想要讓我的肺臟更 中醫的肺更好 要做什麼 其實就是 像現在很多人多吃一些高鮮的飲食 比如說妳的白木耳 妳的黑木耳 所以這些多糖的 水溶性纖維多的 多吃其實就可以 尤其是白色 因為他們說白色入肺 潤肺 所以像之前 像我父親他那個時候肺臟去開刀 那時候中醫師就跟他說 妳就吃一個東西 那個中醫百合 對 他就是他補的時候說 妳補的時候就吃百合 因為百合對肺很好 所以包括百合啊 蓮藕啊 然後那個白的 蓮子啊 甚至我剛才講的白木耳 其實就是白色系列 然後其實也對這個肺很好 而且很妙 妳有沒有發現 雖然說中醫上說 妳會覺得怪怪 肺跟那個皮膚有什麼關係 可是妳有沒有發現 一般來講 抽菸的女生啊 皮膚通常不會太好 真的 可是我剛問抽菸的人 他嘴唇都會比較偏黑黑的 他皮膚就沒有光澤 對 很明顯都不好 然後如果他戒菸之後 你會發現他整個人會變好 氣色變好 對 有朋友跟我說 唇色暗沈真的是心肺功能不好 因為我的確唇色暗沈 但我沒有抽菸 對 所以我想問說 我唇色暗沈 是因為我心肺功能不好嗎 這是我很想知道的 對 OK 好 來 嘴唇 我們口紅的發明 其實就是為了唇色暗沈 對 所發明出來的 但是其實心肺功能 確實會影響到 我們的嘴唇的顏色 大紅跟大紫都不是好事情 心臟功能在衰竭之前 它會先偏紅 之後才偏紫 肺部功能不好的 對 紅到後來就會發紫 那怎麼列印紅唇 其實是不好的 對 中醫的話是 血液方面的疾病 它會讓你紅 如果你看到一個年紀 比較熟齡的 它來的時候是紅光滿面的 然後它的唇色也非常紅 你可能要先去量一下你的血壓 看看你的血壓 高血壓 高血壓 所以這東西是額外我們這樣講 那肺部功能如果不好的人呢 他血液的交換不太好 所以呢 我們的氧核不太夠的時候 你的嘴唇就會偏紫 對 我覺得追求美白啊 就是不要膚色暗沈這件事情 是所有女生都很想要追求的嘛 你知道最近日本有一個東西 非常的紅就是這個 天啊 什麼氣泡水這麼厲害 再來一個氣泡也是很特別的 它這個是一個阿拉斯加的這個 冰川雪濃入海底的 然後沉在海底 然後環流到大太平洋的 這種海洋深層水的氣泡 很特別喔 那它同時也是 今年金馬獎的指定用水 對 我覺得追求美白啊 就是不要膚色暗沈這件事情 是所有女生都很想要追求的嘛 你知道最近日本有一個東西 非常的紅就是這個 日本藥妝店都會賣的美白錠 對 它是藥女的 就是女生 就像我們出外景 常常會有女生的藝人嘛 然後我常常就會 他們真的都有時候氣色不好 我就會給他們吃這樣 對 它就是會 它就是這一點喔 討人喜歡 對 因為它裡面有非常多的 維他命C跟B 然後包括如果你吃 常常刷牙 牙齦會流血 其實吃這都可以改善 然後我自己也在實驗街 它就是一天三餐 各吃兩顆 總共要吃六顆 但是有時候我就是 也是三餐不正常 就是沒有定時的吃 我現在還在實驗 看我會變成大白 對 那因為假如要膚色暗沈 可能我們要注意自己的身體 身體機能的呵護之外 其實如果直接反應在臉上的話呢 我們當下要如何去改善它 其實你可以用一些 潤色的產品 或者一些粉底 或彩妝來做到遮蓋或修飾 那我之前也有帶來 是不同的膚色 有不同的一些功能的 然後這個是那個 韓國也是限量的這一個 這個雞七貓的這個 它的產品 然後呢 這一個呢 黃色這一個呢 就是針對你的膚色 如果是偏比較蠟黃的 對 比較暗沈的 或是有一些人的皮膚 會偏紅有沒有 像在它換季的時候 皮膚可能會有一些 紅紅的過敏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黃色 偏一點黃色的 然後中間這一個呢 就是正常人的膚色 就是一般人的膚色 都可以使用 然後最旁邊這一個粉色 就是你的皮膚 想要有一點粉嫩氣色感 有一點蘋果光的感覺的話呢 就可以使用這個偏粉色的 那當然除了顏色的調理之外呢 跟這種矯正之外呢 它也有分不同的係數 那也可以依照你可能 今天可能要在室外 你就可以選擇這種 45的或50的 然後或者說你在辦公室裡面 可能這種 紫外燈光的比較強的話呢 你就可以選擇這種 32或45的 就依照不同的這種 對抗紫外線的功能來選擇 也是可以的 對 內外要堅修對不對 對 來 我們看第五個 好 第五個是 經常打嗝 像Jazz就不會有打嗝的症狀 對 因為他都堵塞 好煩喔 好煩喔 等一下已經很傷心了 不要再講 不要再講 今天都不要再講Jazz好不好 趕快去抑制啦 對 我已經沒有 對 我想要請問是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很常就是吃完東西之後 就會打寶格 然後他打的格裡面 他不是只有食物的味道 還有那種 然後我就在想說 他是不是身體有什麼狀況 而且為什麼他有那麼多閣可以打 對 這個來可以手機 來 到底為什麼呢 是大腸出問題了 這個比較容易理解 因為大腸有那個氣 脹氣 對 你如果屁放不出來的時候 就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屁就跟咳的氣是一樣的 咳就是屁 對 所以人家說咳屁... 真的就是這樣啊 如果你的咳是屁 從那麼遠來的話 你大概快咳屁了吧 反正都是身體裡面的廢氣 對 但是為什麼他會講大腸 其實不只大腸 其實打嗝喔 很多很多地方都可能有問題 那大腸可能是其中之一 比如說因為你的 下面消化不良 下面塞住了 那你上面東西下不來嘛 所以是不是容易在那邊產氣之後 可能會有些打嗝的問題 但事實上比較常見現代人 比如說像Yumi的朋友那種 就是說每次吃完飯都打 或什麼那種 有些人其實是為食道逆流 他也會打嗝 那甚至我之前寫過一個 很慘的老伯伯你知道嗎 他連續打嗝了一個多月 那他說他打嗝打到什麼地步呢 他是打到連睡覺的時候 都停不下吧 然後打到自己都快... 快瘋掉了那種 後來去看發現 後來發現他是胃癌 你看 胃的腫瘤去壓迫到 那附近橫隔膜的神經 所以一直刺激他 他就一直打嗝... 所以其實他有非常多種可能 打嗝真的是一個 他很可能什麼病都可能 一個徵兆耶 不要隨便中風 有些人中風 也會用打嗝來表現 而且連打一個月 你看他不分日夜 他的... 多辛苦啊 對 人家會以為他是挖精轉世 好怕吃嗎 對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會有長期打嗝打不停的狀況 就是他已經... 聽說他已經維持了三年 但他有看過西醫照過胃鏡 然後也有吃過中藥 但是都是只有舒緩沒有改善 他想問說 這樣一直打嗝的話 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或是他可以怎麼樣治療呢 所以要問問賈醫師喔 就像是剛才素卿姐講的 打嗝其實它只是 我們臨床的一個症狀 腸胃道的症狀 是第一個你要去懷疑的 那少數影響到我們的橫隔膜 不管你是肺癌 或者是你其他比較罕見的 比如說胃癌其他的 影響到我們橫隔膜的蠕動 跟他的收縮 就會造成長期性的打嗝 是 放電不正常呢 因為打嗝是神經去驅動 我們的肌肉嘛 造成不正常的蠕動 所以你要不要就往上走 要不要就往下走 往上走的就是打嗝 往下走就是屁 這我剛剛講的是對的嘛 你講的是正確的 對... 厲害 大師耶 你講20勁 所以有一個還是會正確的 畢林哥其實博學多聞 對... 他真的是 他在這裡得到肯定 謝謝 謝謝馬醫師 謝謝馬醫師 對 馬拉方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 也是很常打嗝 他都是也是吃完飯之後 他持續大概一兩個小時 都在打嗝 你不管用什麼方式 喝水啊 或是閉氣啊 嚇他啊都沒有用 就覺得很奇怪 到底是為什麼會這樣 有沒有什麼方法 嚇是有用 但你明明有用是你不夠嚇 像我那朋友像有的人說 不夠嚇 像我自己拿餅乾蓋有沒有 好了 他就... 他就嚇了 他會不會 打嗝好了 可是他出一樣 因為他婚三天 他婚三天 他就沒辦法打嗝了 我想問專家有沒有什麼方法 是可以比較好的 不會說這樣子讓他打婚 或者是... 對 可以立即那一致打嗝 因為你是要先找出他打嗝的成因 比如說像這種 飯後之後開始打 有可能...很有可能就是一種 就是剛才講的胃食道逆流 因為你食物多了 會往上衝的 其實除了胃酸之外 氣體也會往上衝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你朋友是那種 吃飯很喜歡邊吃飯邊講話的人 因為有些人邊吃飯邊講 很容易一直把空氣吸進去 然後一直吃太快又很快 然後又講話 然後氣再滿著胃 當然飯後就一直嗝出來 這是第二款 第三款就是有些人 他可能會吃一些 比較容易產氣的食物 產氣的食物就包括 你比較常見的像十字花科的 像剛才高鮮的 產氣的食物就包括 你比較常見的像十字花科的 像剛才高鮮的地瓜 你知道地瓜類 或者豆類的容易脹氣的 高纖維的 或者比較... 你可能比較不知道 像十字花科 因為很多女生都想說 他可以抗癌啊幹嘛 就拼命吃對不對 花椰菜啊什麼的 可是十字花科椰菜 其實也是容易造成打嗝 那一個 對 所以有時候你要考慮 是不是他的食物 甚至其他的原因 那如果說都找不到之外 你才可以考慮說 那我要怎麼處理他 那這個時候 你剛才說嚇他或幹嘛 一般來說 過少也有用吧 那部分人會有用 因為他有時候是中指 那個他... 但是有時候我發現 有些人怎麼閉氣啊 可是你真的不行 你就是找醫師 因為你一定要把它找出來 我教大家一個報告 有時候閉氣就是吸一口氣 然後不要 然後鼻子捏著 然後這樣閉30秒鐘 也有用 但是我也可以教一個 大家立即有用的 好 就是它就是你含著一口水 含到滿滿的 然後你就開始彎腰... 彎到最底 你不能彎的時候 一口氣把那個水喝進去 瞬間好 真的 這是我看一個日本的影片 然後有時候救急的時候 我也真的也是打個打到 奇怪怎麼樣都沒辦法 那我晚上都很難入眠 好不容易睡著我就做夢 我夢到一個老先生 很靈異喔 一個老先生 為什麼我覺得 你現在是在吼爛 我講真的 一個老先生是說 拿了一瓶東西說 你吃這個就會好 然後我說老先生你好 你是誰 我姓張 喔 好... 我這樣夢裡面 我吃完就好了 這有點顯然奇怪 姓張的老先生給我一瓶東西 後來我就去工作了嘛 我就經過去診室 要幫我老婆買一些衛生用品 我就看到 張國舟 蛤 真的啊 這是衛閃啊 你說張國舟託夢給你 張國舟託夢給我 怎麼那麼好 真的 他長什麼樣子啊 他這老青椒還在人家 阿蚊子這樣子 這一輩子 好像就只有你夢過張國舟 對 然後我就吃了兩食 真的有用 有用 當然啦 那個衛閃不能常吃 可是救急的時候真的是有用 他會亂講 觀眾會說你在亂吃 我講真的啦 我要怎麼證明 張國舟託夢給我這件事 對啊 張漢堅託夢他們做夢給我 那也不是好事吧 不過我真的要問張醫師一個問題 張醫師 什麼事啊 張綺鮮 該不會妳爸爸就是張國舟 你說他太配了 他也配合妳說答對了 對 妳要逼醫師逼要什麼程度啊 我覺得他是心理上的因素 他一緊張就一直打嗝 所以在年考前的時候 他一直打嗝一直打嗝 以至於在考場上的成績 表現也不佳 這個孩子很可憐 後來還重考 像這種心理上的因素怎麼辦呢 這種妳很明顯的妳就可以知道 心情喔 心理因素影響到我們的交感神經系統 跟自主神經系統的這個協調性 是 所以還是要從病的這個根本去著手 克服妳的緊張情緒 或者是呢 如果有一些人現在的工作是因為焦慮 或者是壓力 種種的問題大概就從這邊這裡去著手 改善憂鬱症 因為憂鬱症現在太頻繁了 要去除掉他的壓力來源 對 其實運動是一個很好的解壓的方式 找到一個自我挑戰的目標 然後去慢慢的去克服它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去增加我們自己本身對壓力的耐壓程度 其實是可以有效改善 剛剛在聊的大家 打嗝都是不自主 可能吃飽他就自動會打嗝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很奇怪 他就是只要吃飽 一定要聽到那個嗝 他才有吃飽的感覺 像這種呢 他是自己就是心裡想要 一定要打嗝的這種人 會不會長時間這樣嗝嗝嗝 然後就有餵食到那裡 就跟人家嗝嗝嗝 對啊 張醫師 中東人在吃飽飯 是要與打嗝表示禮貌的 對 所以你吃飽了以後呢 你是要打嗝 否則呢 主人會覺得你不夠禮貌 那我就是打不出來呢 可以演嗎 所以他是可以被訓練出來 打嗝可以用演 人就被訓練出來 哥怎麼演 是的 來 從丹田這邊 怎麼演啊 就是打不出來啊 你去慢慢鍛鍊你的 紅隔膜的收縮 其實是可以讓你嗝得出來的 所以去練一下瑜伽 有的時候 這個是有幫忙的 但是為什麼要練打嗝啊 他剛剛說如果在中東的話 你一定要嗝 對 Sam老師 對 尤其是打嗝的誠意 剛剛有講到有很多嘛 所以你要找出他的病因 或者是說打嗝的原因之外呢 像有些人他可能打嗝 他是卡在這個胸口的 他是嗝不出來 對 要嗝又不能嗝的 反而悶在那邊 反而更不舒服 那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可能平常要多喝水之外啊 你也可以 適當的飲用一些所謂的氣泡飲 那我今天有帶來一個氣泡飲 是很特別的 它這個是一個 阿拉斯加的這個 冰川雪 濃入海底的 然後沉在海底 然後環流到大 太平洋的這種海洋生成水的氣泡 好特別喔 那它同時也是今年金馬獎的指定用水 對 所以它這邊就有一個金馬獎的圖 那會不會很貴喔 對 算OK 然後它就是海洋生成水的氣泡飲 它裡面有豐富的這個礦物質 有鈣 銘 鈴 鉀 然後本身它是海洋生成水 老師要不要喝喝看 可以嗎 一定會吧 這個應該不便宜喔 它連蓋子上面都有印金馬獎的圖 你就可以拿去騙妹了 對啊 有... 然後為什麼我會講氣泡水 因為你喝氣泡水 它可以調節你的什麼 腸道機能之外 我們大哥來試試好了 它會有一點 它會幫助你打嗝 可是這麼貴的東西 那我喝一點點 因為這太貴了 不會啦 你那沒禮貌 不是 你叫誰 你叫誰敢喝 對啊 它會幫助你把這個嗝打出來 對 很好喝對不對 真的打嗝 因為有氣泡 它會帶動把你的嗝給打出來 對 浇得好 對 氣泡水 而且它又是水 對 還算是滿好喝的 你們兩個就 來 老師 我不要喝 有老師的口水了啦 對...老師不喜歡這樣 我不喜歡這種 真是的 又被扣分了 這比等一下藏好 因為老師會拿走 對 對 對 我講真的 明代我們小時候讀書 有一篇文章叫指玉 就是指甲的指指玉 你就一個指頭小臂 你不理它 最後這個人死掉了耶 對 所以今天講了這麼多 你不要以為是小毛病喔 搞不好其實你看右邊的答案 都是你內臟很重要的握手 對 是的 過益良多 每次兩個在胡鬧 也是有智慧在於運 謝謝四位來賓的加持 謝謝 謝謝